货车才刚抵达批发市场 一群人蜂勇爬上货柜门 开始计压抢压 农村的柠檬原本因为清零风控阻碍运输 价格暴跌 现在变成抢索货 半公斤的价格从台币10元上下 标破26块 而且主力需求来自上海 北京等一线城市 因为来自这位专家的推荐 专家建议成了防疫偏方 但其实根本问题就是药物供应不足 退热 止咳 抗病毒 抗生素 四类药品的日均出货量 达到了1300万盒以上 中道医药厂纷纷加班扩大产能 但是根据港媒消息 从400公吨原料制成4亿片的药物 至少要40天 而且这还不包含物流贩售 所以短期内感冒药 退烧药 势必还是供不应求 从封墙水桃罐头 抢电解脂水到抢柠檬抢药 市场供需逆转失衡 也反映出中国大陆一夕解封 民众毫无准备 TV新闻综合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